Manga Studio EX5 嗨大家好,我是海南熊 欢迎大家来到Manga Studio EX5的教程 今天我们会聊一聊怎样Render 怎样把你做好的东西Render出去 因为海南熊最近身体不是很舒服 就有一点流鼻涕 所以你会听到一些吸鼻涕的声音 我知道有点恶心 不过还恳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 好,那我们直接来开始看看Manga Studio EX5 怎样把东西Render出去 好,那首先我们要把档案先开起来 大家要留意的是 我们现在要开的档案就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一张一张的档案 我们要开的是那个Story File 因为我们用Manga Studio EX5 它里面其中一个很好的功能是 它可以把所有的东西一起集体export出去 这样你可以send给人家 所以我们把这个File开起来了之后 所以我们今天会谈怎样把这个东西Render出去 好,那我们来检视一下这个File 我们就其实开完之后你就看到 其实如果你是跟着画的话 它的那个夜数啊什么 它都会跟着就是那个样子了 然后我之前有讲过 如果你放大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检视这个那个 那个档案 你就可以检查看它有没有错啊 那里有问题啊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export出去了 那export出去 首先就是File 然后export 这个是一张一张的 所以我们要全部的话 我们就要跑过来Story 那如果你比如说你开档案 你要一张一张出去 你可以再File export啦 这个 这个是基本的 那我们要export多的 就要进去Story 然后有一个叫做Batch Export的 那你点开Batch Export 这边有一些地方你是需要调整的哦 比如说首先我的档案我需要是JPEG的 那我就变成JPEG咯 那名字我就先放图存它 这个名字其实会直接跟着你之前一开始设定档案命名的方式 那之后就是好像这个只有8页 所以如果你是直接档案全部输出你可以点All 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好像我现在只有8页的话 我就可以点这个Specific Page 然后过后我写到第8页 好那这边Reference就是说你export的Folder 我不要export去榴莲亚霸 因为榴莲亚霸已经做好了的哦 它会一直刺着你上次export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次来看一下这次export的地方 OK 图存栏 1 2 3 4 Chapter 1 OK 就export去这边 然后Open 好那之后这样子之后我们按OK 然后之后看会发生什么事 OK 它就出了这一个这样子的Windows 那这个这样子的Windows 你就可以去调整里面的一些设定哦 比如说Quality 因为这一次我是先send一个Draft给客户 所以我们就先放50咯 所以我们这边也是放50 因为它是要让人看说这个Sketch可以不可以啊 所以就我们就先放50咯 不用那么大 那如果你是真正export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100 那export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会exportCMYK或者RGB 就可以在这边改咯 那RGB是给荧幕上面看的咯 CMYK是printing上面要用的咯 所以通常如果send出去给人家看的话 通常是RGB啦 好那RGB之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诶 Doinside of crop mark咯 你选这个它就会直接在这一个 这一个框里面把它就是Render出来咯 然后过后基本上设定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按OK它就会开始跑了 这边就要等一下啦 OK有没有看到它这边就开始在告诉你说 诶它正在跑到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OK 哇电脑不是很快咯 嗯 再慢慢等一下 好所以基本上这样子就好了咯 然后我们要去检视一下我们的File 所以我们进去Storage 呃不是Storage 我们看我们的档子在哪里啊 Freelance 这边 杜存栏 Chapter 1 OK 所以大家没有看到 你这样子的话 你的档案就已经Export出来了 那这些档案就是可以Send出去咯 那我知道有一些人在想说 诶如果我有很多档案 然后很大我要怎样Send 所以现在我会跟大家讲一下要怎样Send 好 那所以这边我刚才做的动作就是把它Zip成一个File 那Zip成一个File Windows上面也有Windows的Zip法啦 这是很基本的东西咯 那我们要讲的就是Send大的File 要怎样Send 这是附加的啦 这个跟Manga Studio没有关系 那海南熊常用的就是Send Space 那Send Space你可以Send好像400MB了 如果没有记错 不知道400还是200 那不管怎样400跟200都很大了啦 那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拉进去 然后之后你打入你的E-mail 然后按Send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可以把你的东西Send出去了咯 所以那就可以检视你的File 看说这个File可不可以啊 可以不可以出版啊 或者是接下来沟通的工作咯 所以今天Render的部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虽然这一次Render我是用了一个草稿的东西来Render 因为刚好时间点刚好就是在做这个东西 那不管是草稿或者是完整的稿都是同样的方式在Render 所以应该是都是一样的东西 那相信大家都可以收回 那这个Manga Studio EX5的教程到这里大概是已经都讲完了 那如果你有Follow第一集到第七集的话 到现在你是应该是有能力去直接用Manga Studio EX5去完成一部作品 因为我们从Sketching到Inking到上色到放网点到最后Render出来 我们都讲完了咯 所以基本的课程大概是到这边 那完了之后海南熊以后还会被有Video咧 其实海南熊在想啦应该会有啦 那之后应该会比较专注于比如说你们问我的问题 那我可能是用Video来答复你们 就是直接做那个教程给你们看 看海南熊的处理方式是怎样 那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 比如说我们可以谈一些进阶的东西 比如说你自己设定笔刷是一个比较进阶的东西 比如说你怎样画出血的框啊 就是那个人被打出去框了之外 这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那今后海南熊应该会开始继续讲那个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Video应该会继续有的 但是是不是每个礼拜有叻 这个海南熊很难讲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开始这个podcast的时候 海南熊很得空哦 就是真的是很得空 然后每天做video也没有关系 可是现在渐渐的就不得空了 这个是好事啊 因为海南熊开始有一些案子 所以这个是好事 希望大家多多祝福 那大家放心 Video还是一定会上 只是可能不定期 那但是一定会有啦 那欢迎大家多多在海南熊的Facebook上面 跟海南熊交流 我发现有些人会在Google Plus跟我交流 只是Google Plus我真的很少用 然后每一次看到你们的信息的时候 都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哦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在Facebook上面问 因为我比较常会上Facebook 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我看到了之后 我或许会用video去答复你们 然后过我可能会 就是直接做一个教程哦 所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 呃 过来我这边问哦 好 那今天就到这边 那下次我们再见 呃 下次什么时候 呃 下次啦 下次再见 拜拜 或许会 有什么事 那里面 那里面 又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